让各位可以取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讲义 这个讲义的话 PDF档 你可以把它下载 列印这个OK 有没有 你可以自己列印 不过这个讲义的话 它稍微比较自私一点 可能内容没有 没有那个云端白板那么的完整 所以如果完整性来看的话 第二个你可以从云端白板里面 只是说云端白板是拆散开来的 那讲义是一整个连贯 你自己在选择 或者你可以打开这个 那如果说你要列印的话 它这边也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直接 因为它这个有点像是云端白板的握的 你可以几个方法 这边好像有列印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下载成握的 在握的里面列印OK 都没有问题 或者你要备份下来OK 再不然的话 你可以就是手机上看也可以 手机上你直接输入我们那个网址 一样可以看得到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看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我们可以用REPT加上LEM 或者另外有用TEST函数 两个方法都OK 再来的话呢 那也许可以再用到所谓的那个VBA 不过VBA会需要开启所谓的开发人员标签 目前的话呢 我们电脑上没有开发人员 你要把它开 开的方法很简单 点这边一下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有个制定功能区 这个地方有个开发人员的标签 预设是不会开启 因为一般人可能不需要 那如果你会开 表示你要即将成为开发人员 才会去开它 所以开发人员跟应用人员是不一样 用的话上面有功能的 那开发是没有你要把它变出来 无中生有 所以其实LABLE不一样 可能难度也不一样 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多个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VBA这边就出现了 这个可能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 聚集VBA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功能上面 我是从这上面箭头 点下去其他命令 那待会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开起来 我们今天也许会用到 那首先的话第一个 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些串在一起 主要应该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LEN LEN是 我要怎么样 知道这里面几个字 所以呢我可以什么 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函数 我在旁边里做的话 你可以文字 假设文字类里面 特别说这个地方 插入函数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类别 我们主要今天都会用这个类别为主 OK 文字里面 那文字里面的话呢 有这么多啦 最好你每一个都会 OK 如果不会的话我建议啦 你就稍微看一下底下的说明 底下的说明 不见得会用得到 但是如果哪一天刚好用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拿你知道的这个函数试试看 OK 比如说后面有一个什么 假设我希望把那个什么 文字转数字 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函数 比较少用 那第一个的话我们用LEN LEN在这里 不过你会发现 LEN下面有LENB 有没有 LEN LENB 其实呢最大的差别就是LEN是算几个字 LENB是算什么 几个什么 几个拜词 那中文字的话都两个拜词 英文字或数字 就一个拜词 全形字也是两个拜词 OK 所以如果你会有那个全形半形的问题的话 可能会用这一个 不过因为我们没有用到 那我们用这一个按确定 那我们可以LEN 然后算一下哪个储存格几个字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跟他讲说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 他会问你说 TES你的文字在哪里 那我给他一个文字 他告诉我里面有两个字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 我希望补零 补零 他里面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前面再用三 减掉 打个勾 一个字 那如果说 一个字意思 重复一个零 那重复一个零的话呢 我可以用什么REPT 可是REPT 如果你不太会用的话 你可以切过来 重复几颗心好了 比如说我插入函数 我们一样文字里面的REPT OK repeat这里 OK 当然未来 如果你在使用函数的话 我建议 如果你不太熟 你可以先看一下 有没有 底下的说明 那不过 底下的说明 你也不用很严肃地看它 因为你很严肃看 反而看不懂 你要略看 有没有 他意思说 反正 他感觉有点像是 那个什么 一番中软体 而且翻得很失败的 OK 所以你 意思 真的很蛮失败的 你全部 真的你把它读完 你会发现 这个翻译的人做 好像不及格 OK 所以 重点就是说 重复 那个字重复几次的意思 OK 感觉又不像文言文 也不像白话文 这是外星文 OK 按确定好了 然后呢 重复什么呢 重复几颗心 所以你跟他讲 这个心 有没有 而且各位请看一下 函数里面 最容易发生问题的 就是你看不懂前面的说明 所以你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慢慢要抓到 这个说明 他的叙述方法 因为他有一个 固定的叙述方法 不过我觉得 他为什么 把它翻译成中文 对 其他都中文 这个地方就不是中文 奇怪 什么叫test 很多人搞不出 test 白话意思说 你的文字在哪里 对不对 那lambortize 意思是什么 重复几次 他为什么 把它翻译一下 不解 OK 而且这个版本 从二十三十年前 就这样 到三十年后 还是一样 这产品有问题 但是没有人敢讲 因为也没得选 除了e-sale之外 如果你不用e-sale 好像你用其他免费的 你也用不行 什么Libra Obis 很多用半天 最后还是回来用e-sale 那个东西不用钱 可是因为这个要有钱 因为他很大 所以算了 还继续用 只是说你要习惯他 好 这个持续 重复几次 根据什么呢 如果他100笔就给1颗星 所以我拿这个销售量 除以100 对不对 1.58颗星 不过他没有1.58 所以他自动抓1 变1颗星 但比较精确的应该怎么 把1.58 变1就好了 就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底下有提示int 所以在前面加一个int就可以了 int 之后indeger 指的是整数 意思说取整数部分的意思 刮乎起来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希望除完之后取整数 那你就外面包int 1.58不见了 一颗星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会什么 向下填满 可是向下填满的时候 特别注意 我这个C1的位置 一定要固定住 那向下填满 1会变2 2会变3 所以你按确定 假设向下填满 一定会错 为什么 因为他这边是C1的1 向下拉他变C2 所以你应该要把什么 把这个列号锁起来 钱加一个钱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重要 向下是列增加 向右是蓝增加 所以你向下其实只要锁什么 锁C1 就是1的前面加一个钱就可以了 这个钱意思固定 不要帮我增加 自动加一号 他会自动向下填满 会自动加一号 把它锁起来 那这个不要锁 因为他要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所以打个勾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那我就知道几颗星 这个因为他不满 所以他没有加一颗星 那我们应该会重复几颗星 那如果今天我把它带过来这边的话 那我应该怎么做 其实应该 删减掉它 所以其实你可以 把这个假设公式先减下 我们一样插入一个REPT 那他你可以用最近使用过的 什么文字 你如果再找你可能往下 最近使用过REPT 那重复什么呢 几个零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若输入零 理论上前后要双引号了 那一看他会不会自己帮你加 他不会加 就记得 TESTV前后一定要双引号 这是它的规则 只要是文字 在Excel VBA前后都是双引号 这个叫文字 如果你没有加双引号 它就零 就是一个数字 数字跟文字 在Excel或VBA程式里面 是指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OK 所以这里要重复几次呢 就把删减掉LEN放到这边来 你会发现有没有 它会重复几个零 一个零 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吗 OK 答案确定 零 那再来后面你可以在end 串接什么呢 串接84 有没有 打个勾 零84就出来了 答案就OK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 重复几个零 不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向右的话 你会发现 刚好007也出来了 如果你往下拉的话 其他应该OK了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OK 重复几个零 把刚刚的三减掉 几个 它几个字 LEN就几个字 再串什么 再串那个 那个什么 再去串那个84 串在后面 这样就会刚刚好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待会也许可以先试 如果这个OK之后的话 那你再回到这边应该也OK了 为什么因为前面在09 11一杠 然后中间再串一杠 OK了 没问题了 来试一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特别处理 函数尽量不要去死背它 尽量还是要去了解它那个前面问的问题 只是那个问题 常常最妨碍学习的点就是说那个都是英文的 只是那个英文是不是那么难理解的英文 可是就是你慢慢要习惯 因为你也没办法改变 而且我想以后也不会不可能把前面的叙述把它变成中文 而且底下的说明你也不太可能会翻译得很好 也许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也不太注重这个市场还是怎么样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慢慢习惯它 你就知道原来它用法大概都会有一定的一个模式 那你就慢慢的能够习惯这个模式之后 你会发现即便你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函数 你也可以很快的去掌握它 以刚刚REPT那个来看 特别是如果你看到关键是TES TES一定就是文字 所以如果一定是文字的话 请各位注意给它的东西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如果你没有给它双引号 那就有可能出错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你这个细节都有顾虑到的话 以后你再使用函数 应该相对的出错的机会可能就比较小 OK 所以试一下